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旅客来台持续减少,日本旅客增加也不如预期,让许多住宿业者为求生存降价求客,现传出昔日驻交通热点的高雄火车站附近的商务旅馆,大驻住宿390元起,休息100元起的宣传步调,削驾呛客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 根据中时电子报,有网友在脸书发文表示,距离高雄火车站约200公尺一家商旅,推出住宿390元起,休息100元起促销价格,借价钱不分平日假日均一价,就连附近商旅也打出住宿599起跳的低价策略来强客。 有网友发文感叹,昔日高雄应该要塞车的路段现在竟然不塞,沿火车站走,本是黄金店面,现在净空租3至5成,这么好地段酒店只要390元,直呼太吓人了。 也有网友表示,不只是高雄火车站返景不在,台中火车站也是,已被最红的第77重化区所取代。